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 他说 他说原始的结极 就是最初大家设的结极 它是随意类相同的 那么 氛围不同部类 次第安部 集成种种相应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结极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这一群人 那么参加结极 我听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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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每个人讲是很杂乱的 那么后来把同类的 大家记起来之后把同类的编在一起 这个要汇很大的功夫 所以既是阿罗汉也汇了好几个月 有的时候三个月 有的时候四个月 就汇了好几个月结极 有的时候甚至说是七个月 就是说汇了好几个月结极 那么把同类的部分 你所知道的你送出来 先送出来 你所知道的送出来 大家送出来之后 然后在结极 你跟你这个一部分 因为他送的不是说 我都是送五印相应的 我都是送六处相应的 不是 他听到的经有很多种 有的人可能送 因为阿罗汉都不可能只是听一部经 他都听很多种 然后这边听这边听 他讲了很多 然后把你送的第几部到经一部 因为他们的记忆力要非常好 不过因为古代的人 尤其是印度人 都是凭记忆的 你常常在记 常常在记 你就很容易记住东西 那所以他就把这一些又编列 然后编完了 就重新编 那么你记什么 你记什么 你记什么 就是参加结极的这些阿罗汉 就个人又各记个人 然后回去再传给他的弟子 然后再向外传 因为参加结极的就只有这五百个人 那结极了什么 只有他们五百个人知道 那这五百个人 一定要回去传给他的弟子 然后告诉他们 那么你背什么 背什么 那地子不可能都像 他的师父阿罗汉这么厉害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 给不同的地子 背 背 几卷几卷几卷 因为结极的虽然只有杂寒 但加起来至少都几千斤以上 至少都几千斤 所以这个有些人 可能可以全部背起来 有些人没办法 所以就要分匹备 那这个都是把同类的东西 放在一起的 这也比较好背 所以他这里讲到说 这个 那么他说 分为不同部类 次第安部 照次第 安部就是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 那么集成种种相应 相应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经 不只是相应 又有相赐相见杂 所以如果只翻相应 那么就只是 我这个五蕴 这个六处 这个不是这样 而是五蕴之后是六处 六处之后是戒地缘起 所以我们说 他就是运处戒 或是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然后道品 就依这个 然后慢慢慢慢 他相赐 相间杂的意义 所以北传的 很多都把它翻作杂阿汗 而不翻作相应阿汗 原因在这里 但是我们说 如果你看很多南传研究的经典 他就会很直接的跟你讲 杂阿汗是翻错的 应该翻相应阿汗 但是我们看了这个 这个导师的想法这一部分 他就是在告诉你 解释跟你讲 为什么不翻相应阿汗 因为他也有翻相应阿吉姆的 也有啊 但是 但是多数都翻成杂阿汗 那是因为 像这个 中国的很多人 他都去印度留学 他知道这个意思 那南传的 基本上 他并不是说 去那边学习方回来的 而是可能就是 他们有些人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就是翻译相应 相应 所以这两部分 也不能说 不能说南传的队 或北传的队 其实都对 就是你依 依哪一部分为主来说 所以他 翻杂阿汗 有他的特别意义存在 所以他才会讲 多数 而且是多数都译为杂阿汗 好 四阿汗经 就是我们讲了这个 杂阿汗 中阿汗 长阿汗 跟真依阿汗 那如果是 是南传的 还有一个小部 就五部 那一向以为是同时集成的 就是说 四阿汗 会觉得 一般一开始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会以为 大家设那个时候都结起四阿汗 其实没有 只有杂阿汗 但是也不是 现在里面的四阿汗 有一些部分也是杂阿汗的 其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是说 第二次结集之后才有四阿汗 才有所谓的经历论 才有所谓的三藏 那么一开始论也没有 只有阿汗跟巴斯颂律 一开始只有杂阿汗跟巴斯颂律 那么第二次结集叫做七百结集 是屁舍离结集 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四阿汗 可是四阿汗不是那个时候才有 就是之前就渐渐渐渐渐有了 这里会讲 我们要来看 他说四阿汗一向以为是同时集成的 但在近代的研究中 虽意见不完全一致 其实包括到底怎么结集的 结集到底有几次 那么除了第一次跟第二次是非常确定的 就是五百结集跟七百结集 五百结集就是大家设的七色窟 我们叫七叶窟结集 我们都认七色窟 七叶窟结集 就是王舍成的结集 那七百结集就是屁舍离的结集 那这两个确定 后面还有几次结集 就是有些大家讲的不太一样 那么四阿汗经 一向以为是同时集成 但在近代研究中 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 儿童认为成立是有先后 就是 这个 长阿汗 中阿汗 真意阿汗 那么它是有先后的 关于四阿汗经集成的先后 于且论 就是于且师弟论 它都简称于且论 摄氏分 那我们要记得摄氏分是专门在解释 扎阿汗的 意外的保存了 古代的结集传说 那么启示了一项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四阿汗以扎阿汗为根本 所以扎阿汗是 阿汗经 四阿汗是佛教的根本 这根本教典 扎阿汗是根本中的根本 如论 卷八十五说 论就是于且师弟论 扎阿及谋者 位于四中 在这些经中 四尊观代彼彼所化 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 如来相应 如来弟子相应 运戒处相应 五运十八戒六处 一般我们讲 一般都叫做运处戒运处戒 那这里叫运戒处相应 运戒十地相应 运戒 讲运戒的 讲适时的 一切众生以十为根本 那么适时 那么地 四地 念著正段神族 根立觉之道之 露出习 念 这个是三十七道品 就是道品 四念著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七觉之八正道 还有 阿那波那 然后学正进相应 又一八众说 众相应 几笔一切事 这个一切事就包括这里 运处戒 四念著四正前 上去大病这一些 那么这个叫做一切事 其实我们也可以叫一切法 那么相应叫 所以几笔相应叫 相应叫就是杂阿汗 就依这个杂阿汗 在这个杂阿汗里面 赋予余向储中而说 这个叫做中阿吉姆 就中阿汗 几笔相应叫 就几笔相应叫 就在这个杂阿汗里面 分一些出来 变成中阿汗 其实就是这样 那后来又加进去加进去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阿汗 长阿汗 真阿汗 不都是后来加上去的 有些是从杂阿汗分出来的 就好像说 好 我们现在这里有100个人 假设了 好 那现在在台中盖一个道场 分20个人过去 在加一盖一个道场 又分20个人过去 类似像这样 所以杂阿汗经这一部分 那么取一些变成中阿汗 不同的部类 他认为又把它分 本来是分什么相应 什么相应 但是后来太多了 又分一些 分一些 变成中阿汗 长阿汗 真阿汗 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个 几笔相应叫 更以余相广常而说 就命为长阿汗 那么几笔相应叫 几笔相应叫 就依这个杂阿汗里面的 分一些到中阿汗 分一些到长阿汗 那储中而说的就分到长阿汗 那么这个广常而说的 就是说的比较多的 大部分分到长阿汗 更以一二三等见真分数道理而说的 这个就分到正一阿汗 所以正一阿汗里面 就是法术比较多 那么讲二的 有哪两种 有肉业 无肉业 那么斜见正见 反正就讲两种的 讲二法的 讲三法的 有几种 界定位 这个信念型 类似的 如果我们这样讲 那讲四法的 就这样 那真一阿汗 这见真分数 道理而说 就是 比如说 什么叫做一法 一法有哪种 什么叫做二法 二法有哪两种 什么叫三法 就这样 所以叫做见真分数 一法二法 三法四法 五法 然后道理而说 来讲一法是什么 二法是什么 三法是什么 所以叫做真一阿吉蒙 那么佛法指示 一切事相应教 其实应该就是说 让一切众生依法 得度的 得利益的 这一切事 我们可以讲 这一切事指的就是 这个运处戒 远起地时 这一些 这一些种种事 随机散说 就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佛陀 先讲五运 再讲六处 那么后来的 这个智者大师 跟我们讲 五十八教也是这样 就佛陀先讲 先讲这个 华严经 这个二十一天 讲华严经 多数人听不懂 后来讲阿安经 然后阿安经 讲了之后 开始讲博乐经 二十一年说博乐 不可能是这样 都是随机说的 对居士 讲师戒 升天之法 对新来的比丘 可能就是讲这个戒 持戒 然后修定 那么对这个久修的比丘 直接讲这个无用无我 可能不一定 所以这个是随机闪瘦 随他的根基 跟他的时机 不一样 然后就是可能这边说这样 这边说这样 那么一相应部类而集成 那我们结起的时候 就把同类的放在一起 就把同类的放在一起 因为他要背 如果你没有同类的放在一起 背会乱掉 就是你要背的时候会乱掉 所以同类的就比较不容易乱 这个是杂阿寒经 所以依相应部类而集成 而且是次地 次地相杂 然后集成的 那所以 这个是杂阿寒经 那么南传就依相应部类 讲他是相应阿寒 我们依这个相应部类而 见相次地相杂而成 叫做杂阿寒 其实是这样 难依不同欲去 更为不同的组织 就是 他这一类的是在说什么 这一类是在说什么 比如说杂阿寒 很多是 对居士或对外道说的 那么中阿寒 比较强调在 修这个会的 杂阿寒 比较强调在修定的 也有 但是这个是其中一种分法 但是杂阿寒基本上都是讲无我的 那么就是有些就是把它分作世西谈或是 大概啦 就是他比较多在说哪一类 那有部的传统是 杂阿寒是比较常修定的 那中阿寒是比较修会的 就变成有这样的传统 那但是不是说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说不同的意趣 不同的组织 成为常阿寒 中阿寒 真一阿寒 那他底下说约分数 就是一法 二法 三法 四法 就这样 这个叫数 一分二分 那么这个叫真知 那么有三部 三部就是杂阿寒之后的这三部阿寒 三阿寒的法义 所有不同的部分 但论到佛法根本 不外乌固有的一切是相应教 所以还是依 还是依杂阿寒 而且有一些就是原本在 原本在杂阿寒里面的 所以四部都称为叫做四器经 那阿寒的意思是辗转相传的意思 因为以前没有书都是 我背给你听你背给他听就这样 阿寒是辗转相传 相应事 指的这些种种相应 五蕴、六处、蕴相应、处相应、缘旗相应 这一些 如于说到这个四 四器经 那么说到这个四 那么于且师弟论 那么也说到诸佛语者 这是佛所说的不外乎九类 就九世 就九大类 就九种世 云而九世 有情世 有情世只有就是五蕴的 受用世 受用世是六处 那么生起世是缘起 安住世是世时 缘禁世是世帝 缘禁世是苦其灭道 缘起其实也是讲缘禁的 导佛语他讲的是生起世 即是缘起 缘禁世是指世帝 差别是指戒 运处戒的戒 那戒 一般我们说是十八戒 但简单讲叫六戒 地水和风空式 就是从十八戒里面抽出来 简单讲 因为要配合五蕴六处 那但是一般来讲戒指的是十八戒 十八戒就是六根六乘六四 合起来就是十八戒 那么说者是 说者是佛弟子 佛跟佛弟子 这个是说的人 那么所说的 就是他所说的法 佛跟佛弟子所说的法 这个是道品 三十七道品 那众慧是 就是其他的这些弟子 八众弟子 那么有情侍者为无取运 就我们讲 就刚刚我们讲过了 那后面讲 这些 这个 众慧是者 八部众 佛所说不外乎是九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识器就是 有九大类 有九种识 这些九大类 五蕴的 或是说六处的 或是说友情的 就是 就是说这个 缘起的 或是说四弟的 就是把佛所说的法 分为九大类 就九种识 就九大类 那么这九大类 合起来 叫做一切识 所以叫做一切识 弃经 弃就是相应 弃路的 那相应于解脱的 弃路 弃路正法 弃路解脱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 这一切法 让你相应于解脱 弃路于解脱 那 讲的是这个 那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 佛所说不外乎九识 就是一切识相应教的识 一切识相应教 这个一切识的这个识 九件 他就这九类 杂涵的部类内容 杂事 也说到 种种相应 立为多品 上来三四支 对列如下 就导师为了要更精确的 哪些经在前面 哪一类在前面 哪一类后面是哪一类 哪一类里面哪些经是在前面 哪些经是在后面 为什么要这样分 比如说五印 像南传跟北传的 南传的这个相应部 跟北传的杂涵的分类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后面会说 那每一个人这样分 都有他的看法 那导师为了要 因为他已经讲过 他依有部的 因为杂涵是依有部的 所以现在既 既然要叫做杂涵经汇编 而且这个杂涵经 是依有部为主的 就以有部的观点来看 那么也有可能是 比较接近大家设当时阶级的 我们也还不清楚 那么到底是南传的 这个分法比较接近 还是北传 导师这样的分法比较接近 那我们先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导师这里在说 在说到他是 怎么样分这一些东西的 那讲给你知道 他不是随便编的 不是他觉得 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不是他都是有所依的 有所本的 好 所以他讲到 于且本地分 跟于且色诗分 这个本地分跟色诗分 是跟阿含经 比较有关联的 好 那本地分里面 因为本地分里面 就说到有九种事 前面就讲 就是杂阿含经的编辑是 有这九类 那色诗分的杂诗里面 那么也立为多品 就是他不只分为九诗 他分为十诗 这十诗 总共有十诗 就是于且色诗分有分十诗 那杂诗也分九诗 那他就把这个对照起来 我们来看 就是本地分的 最早就是讲本地分有九诗 那么五曲韵 色诗分就是 韵 那五曲韵是放在第一个 就是本地分的五曲韵是放在第一个 可是色诗分的韵是放在第三个 所以他的次第就不一样 那到底要依谁的 我们来底下看 那杂诗五印又放在第一个 那 触放在第二个 就是如果依于且色诗分的本地分 来看这九诗 那底下再把余且色诗分跟杂诗的次第 对照来看 那么韵 这个色诗分放在三 杂诗放在一 然后触 放在五跟二 缘起 放在六跟四 十 杂诗没有 那么地 就是四胜地 那么 杂诗跟本地分是一样的 那但是色诗分就放在第八 第相应 那戒 那戒一般是指十八戒 但是我们现在就习惯讲六戒 五印六处六戒 那重于物理的 重于生理的 重于心理的 那 这个是戒 这个是放在 这个是第四跟第三 那一切本地分是讲五量戒 那佛籍 佛弟子 所说 就是变成弟子所说 如来所说 色诗分就把它分作 弟子所说 如来所说 那 杂诗是分 身文所说 佛所说 好 那么这个是有的 例一类 有的例两类 那 色诗分就是 杂诗就少了一个十 四十 另外是四念柱 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么这个是 放在后面 那 这个八重颂 都是在最后的 八重颂跟这个四念柱等 道品都是放在最后的 那这个三个三个都一样 好 那么上列三说 所以次第 开合小异 不过内容 大体是一样的 你看 对照起来都有 那么 杂诗是说一切有部的绿点 杂诗是说一切有部的送点 所以 于且师弟论多少采取金部说 那金部是从有部出来的 但是某部分来讲是凡有部的 那金部是以金为量的 有部是以论为量的 金部比较可能是阿难这一系的传统 那么金部也是从所有一切有部分化出来 所以 于且论与杂诗 所传与汉语杂涵相合 就是我们如果照那个次第来讲 就是 杂诗所传的跟于且师弟论本地分的次序 差不多是一样的 那么导师的编排 其实比较就是以杂诗来说 所以他第一个是五蕴 第二个是六处 第三个就是缘起 那缘起 缘起包括 帝 士帝跟士时这一些 跟戒 所以我们如果看杂涵的 杂涵的这个相应 就是 那五蕴相应 处相应 还有缘起 士圣地 还有戒相应 然后后面是如来所说 然后 这个 这些 圣文所说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相应 后面就是八重 所以 比较是依这个 所以他说 他说这个 于且论与杂诗所传 跟汉译的杂涵情相合 可见 士相应叫做次第成立 以杂涵情为根本的传说 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 是上座部中 说一切有戏 的古老传承 那上座部主要 主要分三大戏 一个就是说一切有部戏 那么一个就是分别 分别说戏 像南传的这个是属于分别说戏的 北传的这个是说一切有部戏的 还有一个是独子部戏 主要就是三大戏 主要就是三大戏 好 那最初是两个 所以就有部跟分别说 那么独子部是比较后面的 但是它是另外一戏 一切是相应叫 是分为三大类的 如于杰斯蒂论的色是分 它说 如是一切相应略有三项 那么何等为三 一个是能说 一个是所说 一个是所为说 那什么叫做能说呢 说法者 这是说法的人叫做能说 那说法的人一定是佛跟佛弟子 主要以佛跟佛弟子 而且是圣弟子为主 那么主要是出家众 在家也有 那主要是比丘 比丘你也有 但是就是说主要以比丘 那么以这一些圣弟子 那以这个出家的圣弟子为主 那当然佛跟佛弟子里面佛是主要的 佛弟子里面 这一些大阿罗汉是主要的 那么所以说说 他说这个若如来 如来弟子是能说 他就三个嘛 能说所说所为说嘛 人说是佛其佛弟子 所以如弟子所说佛所说分 分就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 这一类这一类 那这一部分是佛说的 这一部分是佛弟子说的 若所了之若能了之 那么就是所说的法 如五曲韵六处因缘相应分 这个是所了之 还有什么道品 这个是能了之 就是你依着什么法正道什么法 依修什么法能够见到正道什么法 那么 所以依着三十七道品 那么正道缘起 五运无我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就讲这个 所以他就是什么 所了之的 那么就是五运无我 六处无我 跟什么缘起无我 所以主要就是这三部分 那因缘相应零分 还有什么 还有四地 还有这个六 这个十八戒或六戒 还有这些 还有四十 那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么能了之的就是 所以能了之的是什么 道路 所了之的是什么 道理 依这个道路 就是依这个方法 见到这个正法 依这条道路 就是方法 那么正德这个道理 其实是这样 那么若诸 比丘 天魔等众 这个就是八部众 八部众 天人 阿修罗 这些整种八部众 是所为说 就是佛对哪 佛说法的对象 说法的人 他就三部分 很简单 说法的人 所说的法 跟说法的对象 就这三个啊 他就把它分这三类 就是说 就好像布施 有布施的人 布施的东西 跟所布施的对象 那说法 有说法的人 说的法 跟 所说的对象 基本上 就是这三个嘛 能说 所说 所为说 为谁说啦 所为说就是为谁说 就说法的对象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三类 那一切相应教 那基本上分 前面有分九四嘛 九四 然后这边分什么 三相 九四就是他的内容 那么说什么说什么 有情是受用是 就是有情缘起运触界这一些 那么把这些九四又分成 分成三大类 那就是 能说的 如来所说 弟子说 能说的 人说的人 所说的法 跟为谁说的 就分这三大类 好 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困难啊 就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 一切是相应教 分为三类 第一个 第一个 曰能说的人 立明 是如来 及弟子所说相应 这个如果我们对照 对照前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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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这个 詞 张木截次 我们可能 我看一下在哪里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好 这 翻到这个第四页来看 先把 因为他这个列的比较多 那没关系 我们就看一下第四页 你看第四页 不是 不是第四页 五蕴相应在哪里 五蕴相应在第一页 第一页 先翻到第一页 这 杂案经会被你提下 第一个就是蕴相应 就是蕴相应 总共有一百七十八斤 这五蕴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说的法 五蕴相应 一百七十八斤 那么第四页 六路 处相应 这个处相应 这个有两百八十五斤 处相应讲的比较复杂一点点 还有一个就是 缘起相应这边 那么它是列了很多的东西 那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叫做杂音送 这个杂就是 也是一样 前面跟杂案的杂一样 就是它不同的东西 但是它分次第这样列 剑次这样列 所以它叫做杂音送 那主要是 杂音送里面主要是缘起相应 它这里叫做因缘相应 然后四地 缘起四地 你看翻过来第八页 缘起四地有一百五十斤 那四地讲的很多 缘起讲的七十八斤 不过缘起在各个相应里面都有 在五蕴相应 在六处相应里面都有 那这个是专门讲缘起的 那到第十页有所谓的戒 那我们说戒主要是八戒 那么后来我们把它简化成六戒 那还有一个所谓的受相应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杂音送的内容 好 那道品送 就是这里所说的法 就从四念处 四正寝 四如一族 那但是四正寝跟四如一族 这两卷不见了 这两卷不见了 所以 这两卷看不到 那么五根 五立 根相应 立相应 再翻过来 七觉知 十四 到八正道 那八正道是最多的 那八正道叫做圣道相应 有一百一十四经 好 那过来就是讲安纳波纳 跟学相应 学无学 那么不坏进相应是不坏进 然后另外最后的就是什么 八正宋 为比丘讲的 为摩讲的 为天地士讲的 为差利讲的 为婆罗门讲的 为犯天讲的 这个就是天魔犯 那阿含经里面他有看到天魔犯 为天 天主要是道立天 那叫做第四相应 魔 这个受究竟天 或是第六的 遇见的第六天 魔 然后还有差利利跟婆罗门 然后犯天 这个天魔犯 那另外有所谓的比丘尼 婆其舍 诸天 那你看其他的天 然后夜叉 还有夜叉 还有林相应 就这一些 加起来 那么还有弟子所说 弟子所说的 舍利佛的 舍利佛说的 这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 那么你看 弟子所说里面 舍利佛 阿纳利 大家沾言 阿难 然后穆建人 舍利佛 穆建人是最初的 然后阿纳利 大家沾言 阿难 直多罗 直多罗是一个在家众 正的三国 那么他是说法第一的 在家弟子 智慧第一的 那如来所说 你看 罗陀 建 那么 断枝相应 就天相应 修正相应 露戒因相应 不坏禁相应 大家设相应 就讲这个 聚落主相应 马相应 摩河南相应 五死相应 婆且出家相应 外道出家相应 杂相应 辟育相应 病相应 夜报相应 那个病相应 里面结集了很多 生病的比丘 怎么样怎么样 佛怎么教他的 要念什么 要怎么样 就这些的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 整个杂眼经的内容 好 我们看过了 再来看 回头来看这个 回头来看这个他讲的 那么可能 我们把这样看过一次 再来看 那么稍微有一点印象 会比较清楚 好 所以 他说 这个 分三类 那三大类 就是相应 多罗 是相应 修多罗 就是杂阿寒经的 全部利明 所以他第一个 约首说法 那么 约首化纵 就是所谓说 进一步的探究起来 像本地分里面 说十二分教的修多罗说 无量印相应与 触相应与 无量是讲很多的意思 那么有运相应 有触相应 有缘起相应 十相应 地相应 戒相应 身文称 独觉称 如来称相应 还有 念著 正断神族 根立 觉知 道知等相应 的这一些经典 这一些经典 就相应于佛说的 不禁习念 诸学 正尽 那么等相应 于这个世民 契经 契经 又叫做相应 修多罗 相应就是契 经就是修多罗 好 那么所说的内容 与次第 跟九世相合 就是他这里提到的 跟九世的次第跟内容都一样 但除去了八重的重慰是 祭宋部分 以八世为契经 那是修多罗的祭宋分立 祭宋被看作是修多罗相应以外的 就是他祭宋是另外别例的 佛籍弟子是分别为声文读诀 跟如来称相应 语 是对杂寒经中 如来所说弟子所说 解说为三圣教法的根源 那么这是后代佛弟子面对三圣圣教的流行 而理解到渊源于根本圣殿 那么所以后来应孙导师就说立足于根本佛教之存补 那因为从各种资料来看 杂阿寒 阿寒经 特别是杂阿寒 其实就是根本佛教 那么指的就是这个 不过我们说过 那么如果要细分的话 根本佛教是佛陀当时说的 它是一切法的根本 就是佛陀亲口说的法是一切法的根本 那么到了大家色结集的时候 那个我们别于根本佛教 把它叫做原始佛教 因为它不能等同佛说的 不过是佛所说的重要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原始佛教 那现在我们传下来的这一些叫做不派佛教 所以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 就是根本佛教是指佛当时说的那些法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佛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们只能够从后来辗转相传的这个法里面 去了解佛大概都说了些什么 那么去研究这些是不是佛说的 这一些是弟子说的 或是佛之后地子研究出来的 就好像我们说三十七道品这个名词不是佛说的 是后来佛地子分类 把这七大类合起来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包括这个像巨责论或是些部派论委 一开始修四念处 那到了正三国的时候修八正道 正阿罗汉的时候修这个 就是修七觉之正阿罗汉 修八正道正出国二国三国 那么这样的说法不是佛说的 是后来部派佛教他自己规划 认为是照这样的次第 那么这一些我们都要先分清楚 不然你会 就是说有一些是部派的看法 部派的看法 那有一些是这个论师的看法 就是论师就是部派里面的论师的看法 那但是他这样的看法就是部派有多种看法 有的这么认为有的这么认为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才会有部派嘛 那么这哪一个到底哪一种说法 比较接近佛说的呢 所以大家各执一次嘛 所以才会有部派啊 我认为我说的最接近佛法 我认为我说的最接近佛法 就好像各个宗派都说他说的是真理 他拜的是真神 类似像这样啊 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理解 当然每一个人 一样学习杂阿涵 那么每一个人的认知也不太一样 那么像 现在我们的佛教就是南传北传藏传嘛 那对阿涵的看法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现在是因为应证导师的关系 大家开始重视阿涵 所以研究阿涵的非常多 开始多起来了 以前都是研究华言啊 天台啊 如果教理的话 或是韦士啊 中观啊 就研究这个 认为这个才 才能够 就是说以前的人认为我就是成佛的 我就是研究大圣经典 中观韦士讲起来就是走路游风 那这个你如果研究阿涵 那个小圣的 没有人要研究 以前是这种观念的 不过现在情势反过来 研究阿涵它是根本教点 所以佛法的根本你要先掌握 那么所以应证导师说得很好啊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淳朴 你要以这个为根 但是大圣自有他的道理 那么弘扬佛法你不能够 不能够照搬 那么照本宣科 或是把佛法说得重新再说一次 不是的 你要不同的时期 佛陀当时说法也是这样的 所以要弘扬中期佛教的行解 特别是 菩提心 那么 这个对佛法的这个助持有很大的帮忙 大家都是求解脱 那你正的解脱的 你的正法也跟着你解脱啦 跟着你入涅槃啊 谁知道你正的什么 你也没有穿下来 那这个很麻烦 所以一定要有菩提心 而且要有这个 就是要把佛法透过这样 不断的弘扬 那么让大家都了解 那么要把佛法流传下来 这个也是大家设最初的用心啊 那佛法越来 佛才刚灭不久 那么佛所做的法 佛的介力就开始有的人各自 各自解读啦 就很麻烦 所以他也是他的用心啊 因为佛法如果混淆了 就没有人解脱了 大家 大家不是像佛这样嘛 坐在菩提寺下自己是可以悟的 没有 要依佛所说的我们去悟 那么所以 怎么样把佛法传承下来 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什么是佛法 因为你传承下来的很多不是佛法 就很麻烦 那所以讲到最后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啊 我们的观念就是 现在是末法 那你怎么修都不能解脱 虽然有七觉知有八正道 它叫做解脱道 但是你现在这个时候修 你就是不能解脱 那这种观念就算有佛法 也没有人要学啊 那这样就很麻烦喔 这样就会导致正法衰灭 因为什么 正法到了这个时代 就是末法啦 那就没有用啊 那我既然修了 我也不会解脱 那我修他做什么 就变成有这种概念啊 所以我只能往生到极热世界去 在那里修 就这样的观念 会让佛法 慢慢慢慢 没有人要研究 因为研究也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对我的生死解脱没帮助嘛 我又不能依着他得解脱 可是这个是佛说的吗 当然不是 那这个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有很多的观念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的话 我们 就是把佛法传承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先清楚什么是佛法 这个更重要 不然你单单热心 你传播的都是 你这个贴个什么 贴个 挂个什么咒牌 这个全家光明 这个贴个什么咒语 一生平安 那你这个 这个就很麻烦了 然后你 你做个什么佛事法事 就 就席 席 席 征服 不是这样子 那我不用那么辛苦 布施啊 修行啊 我只要赚钱 然后 然后做个法会 我就能够达到了 我那么麻烦做什么 大家都要找 最简单的 最方便的 最省力的 然后得到的功用 是最殊胜的 最快速的 最圆满的 所以我常常说 这种心叫做什么 投机取巧的心 那 叫做心存侥幸 都总是希望 不饶而获 或是我用一点点得到很多 投机取巧 林引经讲 偷心不除 这个就是偷心嘛 投机取巧的心嘛 那 偷心不除 成不可出 那这种心 其实也会障碍佛法 诶 佛法没有用了嘛 佛法只在佛 那个时代有用 在我们这个现代 是没用的 只在那一些大菩萨身上有用 在我们这种凡夫 聚夫凡夫身上 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 但是这种观念深深会害到佛法 因为即使知道他也觉得不必要讲 因为讲了没有用 不对 即使知道有用 也不是对我有用 所以不是我修的 那个是大菩萨修的 那个是具足善根的人修的 那个是利利根的人修的 我这种不修这种东西 就认为我只要好好念佛 佛就会把他修行的功德给我 就这种观念 那这种观念害死人 真的 你都不用修 而且 这种东西是违背因果的 你佛要修三大阿真奇解才成 修无量波罗蜜 要三大阿真奇解 修这个六度波罗蜜 阿罗汉至少 至少要三生 修戒定位 断一切烦恼 你不用 你念佛的名字 佛就把他的功德给你 这么好 释迦摩尼佛怎么不知道 他念兰登佛的名字就好 他怎么也不要去念兰登佛的名字 对不对 他怎么教我们修这么多 那有简单的不教我们做 教我们做那么复杂的 还起来做不到 释迦摩尼佛怎么那么笨 不知道要念兰登佛的名字 不然念佳瑟佛的名字 释迦佛的前一阵是佳瑟佛 就只有你最聪明 你这个念一念佛就把功德给你 释迦佛要自己修 释迦佛怎么不知道要念兰登佛 认迦摩射佛的名字 所以这种观念如果你没有去除 其实上 末法是谁造成的 就是你造成的 还是谁造成的 佛法走到衰尾 走到没有正法 不就是你一直在传播这种观念吗 你一直在传播这种思想吗 导致于正法无用 在末法只有 只有一念佛得度 其他你都没有用 什么四念处四正群 什么安拉波那 那都没有用 修都是白修 这样讲正法还不灭喔 当然灭啊 灭都是灭在你手上的 我告诉你 所以一定要把这种观念先去除掉 要重新 重新弘扬这个正法 但是正法也 因为它有时代的因缘 也不能你说 把过去的都照搬来 所以我常常讲觉得 定寺导师很厉害 他一下子就看出问题所在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淳朴 弘扬中期佛教的行结 就是大圣佛法 尤其是初期大圣 那么摄取后期佛教之递当者 也就是后期 后期就是大圣跟密教这一部分 那么宿主语唱佛本怀 就是护心佛教唱佛本怀 能够得到佛真正说法的本怀 就是要让众生得度 那佛法第一个可以继续流传下去 这个也是大家设结极经典的本怀 只有佛法才能够让人家解脱 只有这个法 所以佛陀要露灭 我们都上过仪教经啊 佛陀要露灭 告诉阿难要以法为师 法在 佛在是为了说法 佛在你不依法修行 不闻法你也不能解脱 佛虽然不在 佛虽然不在 你依法修行就如同有佛 因为重点 即使是佛也是依法得解脱的嘛 你现在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法而已 现在佛已经把法说了 你依法修行还是得解脱 依然得解脱嘛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嘛 你现在却告诉我 依法也不能得解脱 因为十七点不对 那 那个本身不是毁谤佛法嘛 毁谤圣教嘛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啊 我一直觉得如果这种思想一直传开来 对佛法注释 对佛法注释 是有很大的伤害性 那么佛法如果不注释 都是这种观念在注释 在世间 佛法不灭 那怎么可能呢 没有人要修学佛法的嘛 而且 就算知道 也不特别去弘扬 为什么 没有用啊 没有用 要讲那个有用的啊 现实一点啊 只是没有用吗 真的没有用吗 那所以这种道理 要让正法注释 就是要让佛法传承下去 很重要 问题是要先清楚什么是佛法 所以八正道 第一个都是政见 然后是正思维 之后的修行才有意义 要不然都没有意义 你非常的热忱 非常的热心 到处发那个贴纸 发那个咒语 让大家贴在床头 贴在墙壁 然后挂在家里 就可以保平安 就可以 就可以得解脱 我甚至还有 还有听过念那个什么解脱咒 念了可以解脱的咒 还有这种东西 挂那个解脱手环 挂着就可以解脱的 到底什么叫做解脱 不用断烦 你只要记得 甚至你不用断烦 你只要记得佛名就可以了 那么你到了阿弥陀佛那边 不用修 自然获得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我告诉你 即使无量寿经也不这么说 净土的经典也没有这么说阿 所以这个观念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佛教徒不明白佛法 那不明白是因为不研究不学习 所以我常常讲 不学习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不学习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因为你不懂嘛 不懂就自以为是 都是以你经验的 以你感应的 来认为这个就是佛法 我告诉你 外道感应的特别多 多阿 谁没有感应 所有的宗教徒都有感应阿 回教徒没感应阿 感应阿 感应阿 你说那个德雷沙 伟大不伟大 伟大 他没有感应阿 也有阿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阿 但是这一些 就是佛法吗 不是 感应的不一定是佛法 那么 所以你如果不清楚这一些 那么很多时候 你的热忱 以为在弘扬佛法 其实在消灭佛法 你越有力量 佛法被你混淆的消灭的更快 就好像 你不懂的 你杀身 佛头时代就是这样嘛 杀牛杀羊 祭祀天嘛 你以为你在修福报 其实你在造恶业 你出的浅越多 出的力越大 发的心越大 你造的越越多 佛头讲阿 福无戒指阿 罪如须弥阿 那你弘扬佛法也是这样 你不把佛法弄清楚 你都讲那个是是而非的 不是佛法的 那到处弘扬大家受你的影响 那危险了 所以这一部分很重要 那阿含经是重中之重 这佛法到底要讲些什么 这个是因为大圣经典里面有很多方便 有很多方便 那但是他有他的特长 所以要弘扬中其佛教 你要有那个发心 有大圣的发心 明白根本佛教的道理 那时候要弘扬中其佛教的行结就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 我们先稍微再看一下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 后代佛弟子面对三圣圣教流行 理解到渊源于根本圣典 那前面讲到这个祭宋 他说 在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部分 也却乎是不无限所可循 这样修多罗仅是八世 八仲的祭宋部分被简别了 原来有九世 但是关于八仲的祭宋 八仲这一部分 是以祭宋的方式保存下来的 所以他就跟修多罗 就是分开了 简别了 再进一步说 摄氏分岁总局九世 以说明相应的士气经 但抉择士气经的摩丹离家 其实就是他的论 不但没有祭宋的部分 也没有如来所说 及弟子所说 所以仅有九世中的前七世 那么这样 士气经也就是修多罗的这一部分 从士阿涵而略为杂阿涵的三大类 所以他说士阿涵并不是之后才有 是在杂阿涵之间 当时就有稍微这样分了 但是真正的士阿涵 结集成完整的士阿涵 这个是在第二结集的时候才有的 但不是第二结集的时候才有士阿涵 所以这个观念要先分清楚 所以他在讲这个过程 所以从士阿涵而略为杂阿涵的三大类 又从三类而除去祭宋部分 更除去如来所说跟弟子所说 而相应修多罗 仅是运处远起时地戒及念著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杂阿涵的前面的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我们讲就是远起无罗 六处无罗 五印无罗 六处无罗 远起无罗 还有道品 那么运相应的七世 为四相应教的根本部分 是远始的相应修多罗 最初结起的叫做相应跟修多罗 其后四地集出的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切是相应的四契经 就是又把这个所谓的相应修多罗 跟一切四契经分开 就有前后的关系 其实原始的根本的相应修多罗 只是余且师弟论设四分钟 抉择四契经的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先大概讲到这里 好 下课